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楼价升也还有 看回代理行的二手楼价指数 楼价又再次在历史高位水平徘徊 还想住在市区方便一点的话 就唯有住小一点点 今次带大家来到这个市区的设计单位 实用面积只有220尺 开职又窄又长 一个人住都可以 为在这个单位要住4个人 进到这间屋的时候 那个感觉我都会觉得有点好惊讶 业主在这里要200多尺的空间里 要住4个人 其实真的比较头痛 这里留的空间比较高 所以我就做了个角楼的空间 有楼上楼下 还有颜色上面我用了些比较浅色 和镜的元素去将这里的空间增加 上层的空间主要是睡觉的区域 两夫妇和女女都躺在这里 为免再增加压迫感 设计师就放弃在天花身设灯色 反而在长生方面着手 去补充光源 至于女女的要求就多一点 所以就做多张桌给她 可以做到工作 化妆和收纳这三个功能 咦 整间都好像看晕了 第四个人又躺在哪 这层就要落个厅里 其实面前的镜柜 并不是只有装饰用途 而是放了一个床架 都是一个坑位的设计 这个单位都几小 下半层基本上一眼都可以看得光 但是吃饭的时候又可以怎么 元机就是这里了 其实这个柜就收起了两张椅和一张桌 不用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收起 整间屋的感觉就更加阔落 而将两张椅转一转 就可以坐着看电视 至于单位的设计上 如何增加空间感呢 设计师就从厨房和露台的设计着手 厨房的房门就由不透光的掩门 改为玻璃拓门 除了可以将光线引入厅之外 出入的时候也更加方便 至于露台方面 地砖的款式就和厅一样 希望做到一个延伸的感觉 同时就选了较为透光的窗帘 希望在空间感和私隐度上可以平衡得到 储物方面 基本上空间都是用得就用 连各楼的楼梯都成为其中一个储物空间 今次单位的工程费用 大概用了31万左右 主要用在订造家师方面 今次带大家来到的屋苑 是位于河文田的盛利道一号 这里除了是知名的豪宅区之外 屋苑所属的小学34校网 也吸引了不少家长进驻这一带 不过选屋苑的时候 就要自己上网查清楚了 就好像今次屋苑那样 都挺贴近校网边界 一个不小心选择几条街的屋苑 就已经是完全不同的校网来了 如果怕自己上网查错 教育局也有提供电话热线 给家长打去问清问错的 看东网新闻 不用玩mini game 直接唱机票 你没看错 真是那么顺利 每天按东网app 免费换走 吃喝玩乐奖赏 甘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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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